hello 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恶毒老大海 这里有一个老乡送过来的一个电磁炉 我们插电试了一下啊 它不能加热 而且里面好像啪啪啪的 有声音 我也不知道哪里响 所以我们就不再测试了 因为我怕这个故障可能会扩大 是吧 我们直接把它拆开来 看的是哪里有没有什么烧掉的地方 好 重量把它搞开了 果然看到问题了啊 我们拆开之后啊 检查一下这些大电容啊 这个东西是吧 果然发现这里有问题 是吧 你看这个电容都鼓包了 看到没有 上面鼓起来了 这是一个 无威法的电容啊 我说里面啪啪的响 估计要么是电容坏了 要么是打火 你看 这个电容就鼓起来了 把电容给拆下来 换一换 看 看这底下都炸开了 看吗 这里炸开了 感觉可以掰开了里面的 这边有鼓这么大一个包包 它们也爆炸 嘿嘿嘿 成这个样子 我找一个新的啊 把它换上去 剪掉这个多余的啊 长度 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装上去了 我们用这个垃圾堆里捡了的泡锅 来测试一下啊 插电啊 OK 没问题了 烧水 好了水已经热了 马上就要开了啊 快得很 我放的比较少的水测试的啊 应该是已经没问题了 朋友们 这个电容坏掉了啊 好了 已经冒气了 因为已经冒气了 热火了 好了 那本期这个电视炉啊 维修就已经完成了 特别简单 特别快速 一个五幅电容 骨包了啊 炸开了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外面这个螺丝装好就OK了啊